老师好 根据您的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第1个就是说 您在OneNote里面 已经有设定一个影片 有出题了 那我们在欧函丹教室里面怎么去 看它是不是答对 那这个部分啊 因为其实这两个算是独立的 也就是说呢 您看 我们在欧函丹教室这边 我如果先从这里开启了 这个 OneNote里面所设定的 出题的影片 那它会独立另外一个视窗打开 比如说我们以这一段 影片为主 我在48秒的时候 好题目就会跳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啊其实老师 在OneNote里面呢其实他并没有就是 所谓的记录这些 回答问题而且 在这个时候 其实同学的荧幕并不会 同步看到这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其实 我们用 这个 欧函丹教室的时候如果你用他标准的 这种 快问快答他会把 这个题目就同步到 大家的是这个荧幕上但是这个没有所以您 如果要这样问答的时候 有几个方式你可能这边就要回去 我们欧函丹教室里面的课件工具 比如说您可以用 开一个空白的 宽快答 例如刚刚这边有 三个选项 我就在这边 选择三个选项然后让 大家 在这边做回答这是第1种方式 第2种方式呢我们就直接用抢打也是可以 在同学有载具的状态下 我就可以用这样子 来做或者是我们搭配随机丑人 是不是也可以 那这些都是 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 他目前两个平台其实是 没有做这个部分的结合 因为OneNote本身在 影片出题的部分啊本来就没有 做这个回答的记录 这是第1个 那第2题呢老师提到如果是属于问答题就是没有选项的 我这个的话呢在后面这边 有一个没有选项的应该是在 这边 好像这种就是属于没有选项的 那一样的 这个 同学是没办法直接回答 好所以说 这个部分啊他就是 只能 老师上课的时候搭配来使用 那同学 在这一块 可能也没办法做所谓的自主学习 除非老师您是让同学 加入您的 OneNote的 这个 群组 或是课程 也就是说 我们刚提到了 因为在这里其实它 是由老师这边 等于说这个教材是由老师自己 透过 OneNote的连结 把它打开 那同学进到这个教室的时候其实他是看不到 这些功能的 因此如果老师你希望 同学 拥有自主学习能力的时候你必须要让他 有两个方式 就是老师可能要自己再建立一个群组 让同学进到这个群组 来自主学习 好比如说你看我这边是在 风源告商的 那我这里面呢其实它就有点像Google 可以说 所以你在这边有讯息 有任务 那我们可以把 这个 OneNote的教材 放在任务里面 那同学 就可以在这边自主学习 好那你看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同学观看教材的状况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式 也就是欧函专教室 比较适合的是老师及时的 上课的互动 那 在OneNote这边呢 这个 平台 你可以 单纯的用课程就是直接跟欧函专教室做结合 也可以在 OneNote这边建立一个您自己的群组 一样邀请同学进来 它在这边就会有一个那个 代码 您就可以从这边邀请同学进来 然后 在这边 您自己来建立任务啦 像这样子 比如说你看我 建立一个新的任务 像这样子我就可以去选择 把您自己建立的课程 的这个教材 比如说一堂课或一个主题 我把 这样子当做是一个任务 那同学打开之后 他就可以自主学习 他也可以看到自己 教材的进度 看的进度 那老师这边呢 可以 看到所有同学 他的一个阅读的状况 这个部分 是针对老师 第2个部分的问题 来跟老师做回复 您可以再参考看看 那边有没有 就像这样子 任务 之前有没有 我可以找到 没有 感谢观看